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今天我又要煮好料了 今天我想要煮什么呢 很好吃的东西就是荷叶饭 可是呢 今天我的荷叶饭有点特别 因为我加了李锦记的XO酱 还有其他珍贵的材料 现在我们要去看看 我今天有什么材料 还有其他的酱料 走吧 看完了我的视频 在这周末呢 你可以试一试看 在家里煮这一道荷叶饭 可是呢 在家里呢 你一定要有这一罐 是什么呢 这一只就是李锦记的顶级赛油 Likamki Cooking Caramel 还有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 就是 This is the Likamki Premium Brand Oyster Sauce 就是李锦记的旧装特级蚝油 接下来呢 不可忘记 就是这个李锦记的XO酱 Likamki XO Sauce 各部呢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赛油 我们只需要了一汤匙 然后呢 这个蚝油我们需要两汤匙 XO酱一汤匙是够了 我们就可以煮成这一道荷叶饭了哈 来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 材料有什么好吗 看完了那个酱料的就是推荐哈 就是李锦记的牌子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的材料呢 首先 我有 就是这个了 400克 400克的白米 400克的白米 还没有记得等一下要洗过 然后接下来呢 This is Chicken Thai 这个就是鸡腿 Bondless 就是去了骨头的鸡腿 只有一只就够了 One is enough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 小红葱 Shallot 大概有六七粒的 然后这个呢 你看 哇 美美的一粒一粒的 这个就是袋子 This is the scallop 袋子我需要200克就够了哈 等一下再加料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你看到了吗 虾米 This is the dry spring But already soaked 我已经把它蒸过了 然后它比较软 等一下比较好切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呢 冬菇 This is a mushroom 我只需要两克到三克 就够了哈 Two or three mushroom But soaked in the water OK 这个是什么呢 好特别 这个是刚才我蒸出来的虾米水 大概呢 有就是二十到三十ml This is a dry spring The water that I did soaked OK 啊 最后呢 要介绍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绳子了 This is the banana trunk OK 它已经把它撕出来的 这个就是香蕉那个树干的皮哈 我们就把它撕出来 干的哈 拿来包种子的绳子就可以了 我们不可以用其他的种子来包 啊 线绳子来包 然后接下来 What is this? This is a lotus OK The lotus leaf 这个就是荷叶了 你看 是不是蛮大个的 哇 你看把它开起来 OK 就是这样了 首先我们必须要把它蒸 蒸过水哈 然后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用了 OK This is the lotus seed Ya That's it 刚才你们所看到呢 就是我在切那个红小葱哈 把那个红小葱呢 把它切成细细的 圆圆的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虾米 虾米因为你蒸过了水 不要容易把它切小丁块 OK 这样就可以了 Cut the shallots to the ring and also cut the dry shrimp to the small dice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切的呢 就是冬菇呢 冬菇也是一样 不要把它切成小颗粒就可以了 还有鸡肉也是要把它切成小颗粒 好吧 好 现在我们去看 蒙人是怎么切冬菇跟鸡肉的 好 东西都已经切到完了 好吗 现在呢 我就要开始来炒那个米了哈 首先我们先要炒那个米 然后再蒸那个米跟那个荷叶一起包出来 一起蒸的哈 现在我需要的2小时的油就好了哈 来我们就下2小时 2小时的煮油 油已经烫了哈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小红葱把它下去炒了哈 小红葱 we add in the shallots and stir fry it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冬菇 this is a mushroom we add in the mushroom ok 然后呢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看到你的那个小红葱已经有一点点变 青黄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下你的冬菇了哈 我的冬菇已经下了 现在呢 我要下什么呢 就是我的虾米了哈 this is a dry shrimp that I already chopped 这个就是虾米 刚才我切碎的那一种哈 加下去 然后就是再继续翻炒就可以了 你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虾米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再加我们的鸡肉哈 鸡肉把它下去 你会感觉到 那个油都会被给那个虾米吸干了 不用紧 不要再加油了 因为哈 你的鸡 基本上会出一点点的鸡油 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要再加什么油了哈 然后我们继续把它翻炒 哇 你看我的鸡肉都已经变色了 有一点硬了哈 那个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请记得XO酱 我们把它丢下去 一汤匙就可以了哈 然后再继续翻炒 O酱已经下了 现在呢 继续下来呢 我们要把火关小哈 关小那个火 然后继续把我们的米 这个米呢 已经洗干净 一定要洗过 哈 记得哈 洗过这个白开水 就是好像你煮饭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 这个米饭 这个米啦 不是饭 把它米丢下去 然后它跟这个鸡肉啊 冬菇啊 还有虾米 就一起再翻炒哈 哇 米已经下去炒了 我们要加一点点 刚才我有给你们看到那个虾米水哈 要加一点点的水下去 好吗 就把它有一点点的湿 有一点点的水分哈 把里面 然后我们继续再翻炒一下子 然后再翻炒的同时间 我们就可以下了什么呢 就是李锦记的蚝油 还有呢 那个 就是晒油也要同一起下了哈 这个就是李锦记的 旧庄蚝油哈 我们就把它倒下去哈 然后就 OK很美的 然后我们再翻炒多一下 再加什么呢 李锦记的蚝油哈 把它加下去 因为我们要把它 起色哈 然后就很漂亮了 然后再继续的翻炒 好 OK 我的东西全部都已经下 已经炒好了 everything go in OK 那我的米饭呢 基本上是半生熟的 我的那个米饭呢 基本上是半生熟的 好 现在我就把它 切上来哈 就把它放在一个大碗公 OK We transfer to the big bowl and then I will put it on top of the what the lotus seed 我们就会把它包在那个 荷叶里面了哈 那 好的 饭已经擦好了 这个就是那个荷叶了 因为荷叶呢 它好像一个漏斗哈 所以我们把它开起来 因为它有洞 OK 你看到吗 有很多洞 所以呢 我必须用两个叶子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底呢 放一个小 小公鸡碗 然后把它铁上去 就是两个layer two layer of lotus seed 然后我们把它放平了哈 就是好像一个碗 OK 看到像一个莲花这样吗 然后刚才我们炒好的米呢 我们就一汤匙一汤匙 把它倒进去 然后把它装满它哈 就是这样把它 transfer OK we transfer the rice into the lotus seed in the center OK 我们就把它 记得你把它放进去的时候 你记得你不可以按它哈 就是把它这样敷上去就可以了 别按它 看看美不美 OK 全部都已经放下去了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呢 那我要加去就是刚才那个新鲜美味的袋子 this is the scallop the fresh scallop 我们就把它加上去 因为我没有去炒过它哈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袋子如果一旦炒过它 它肯定熟悉了 它就会收束了 所以呢 我都基本上 我都不炒它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就开始要包了哈 我现在要开始包了 包就好像Binona Cinema 这样第一层 这样 记得别按它哈 然后就把它这样盖过来 好 然后同样 这边就把它翻过去 一样 这边也翻过来 OK 就把它盖了 OK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继续用下面一层 就把它盖过去 OK 然后又从这边盖过去 哇 为什么呢 要用荷叶饭来蒸饭 有些人说用荷叶饭 现在的荷叶饭来吃荷叶饭 是没有味道的 可是我不觉得 因为呢 荷叶饭 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香荣的味道 好你看我就这样就好了 现在我要用绳子来绑了哈 我现在就要来绑这个荷叶饭了哈 千万记得不要绑太紧 然后打个美丽的结就可以了哈 很简单的 你看 这样不是包粽子哈 千万记得不可以包紧 这样就可以了 就给它stay on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一次就是横的哈 看这个就是盛出来的荷叶包饭 现在呢我要拿去蒸的哈 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你们都知道说煮饭呢 需要几久呢 18分钟 以前我都已经跟你们说过 如果是用饭窝来煮饭呢 煮其他饭都好 什么饭都好 都是18分钟 好现在我要拿去蒸的 我的水已经滚了 不是把整个碗放下去 我们需要是把它翻过来 用手这样拿着 然后呢就直接去蒸了哈 好容易 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窝上面 水滚了 把它放美美 然后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18分钟后 我们大家一起见 18分钟已经过了 现在我要开我的walk了哈 看是不是可以吃了 哎 顺便我也要介绍一下 今天我所煮的呢 就是荷包叶 荷包叶饭哈 要需要的材料 就是驴井机的酱料哈 有XO酱 还有它的蚝油 还有它的 就是它的晒油 非常的好 好现在我们要来开了哈 哇烧 噔噔噔噔 哇 嗚 OK 来 现在要开我的荷包叶了哈 你知道我的心情像什么吗 就像那个unboxing的感觉 就是要把那个 接到的礼物的感觉 然后我要开了 好 那我就一面一面 我就剪掉它的绳子先 然后从第一片开 哇 烫 好烧 然后就开这边 然后就开另外一边 有两层哈 你看 慢慢的把它开出来 酷 man 哇 烫 哇 烫 OK 哇 一定是很好味的 来了 来了 最后一边 叹叹叹 我的荷包叶就是这样的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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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夜饭已经打开出来了 然后呢 记得你要等差不多十分钟 给它冷一下 你才可以吃 不可以马上在热热的时候吃哈 呃 好 大家都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了吗 嗯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哈 还有呢 赞我的Facebook好不好 好 现在呢 嗯 我也要开始吃一吃我的 呃 就是和夜饭了 只要你用心 不论说你是忙的 或者不是忙的 你都可以煮出一道好的 呃 料理哈 只要也是 同时间也是要用到 你几季的product 好不好 好 现在我开始要吃了 来我们开始吃了哈 哎呦 有口水了 我现在就把一滴一汤匙放在我的嘴巴了哈 你看里面有蜡蜡 这是有袋子的哈 嗯 深呼吸 然后 好 好 哇 虾米 蜡蜡 嗯 好好吃 真的 鱼鸡的味道 和那个荷叶的味道 都已经送进去那个米饭里面了 太好吃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可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